CV 蛋飯是誰 就是你啊 柯文哲 四年以後絕不再受騙 怎麼這樣6%都不夠贏啊 一個33個26啊 贏7%啊 你這樣6%都不會贏啊 你又絕不再受騙 你一個人 你被騙一次 是意外 第六第二次你就是白癡 四年以後絕不投科 四年以後我不只不會投科 如果柯文哲出來選 我會全力幫國民黨的人站台 4年以後如果柯文哲出來選 搶國民黨的票 我跟柯文哲幹到底 混帳啊 還說4年以後要贏回國家 你 Paradise 被你騙最好票啊 我跟你講 我今天最不爽的是 他說 三方都在誤差範圍以內 什麼意思 就是開帥的手三方都33% 柯文哲願意當副的 那現在就是完美啊 柯文哲一樣有發起啊 國民黨翻轉啊 國民黨做4年第五 國民黨做軟 就讓柯文哲接啊 不是本來就跟這樣子嗎 你不能做假民調騙人嘛 你黃珊珊 陳志倩現在出來道歉啊 他在柯文哲那邊說打嘴炮什麼 四年後贏回國家啊 贏你媽啊 做假民調啊 選出來26% 我今天真的覺得可悲啊 四年以後你在趕批 我一定讓你對面 我一定讓你落選 我全力支持國民黨 我也不收國民黨任一毛錢 你今天你是罪人 你是無法治黨的罪人 協議幾乎也幾乎要談成了 很可惜在最後 黃珊珊他們的組合派 讓這件事情破局 我想這是一開始很多人就很失望 那再來當然在不分區提名的 這個名次的排名 很多人也蠻有意見的 認為選舉結果不理想 黃珊珊應該為此負責 台灣民眾黨本來就是一個多元 多元意見的政黨 所以我們會堅定的走自己的路 過程中都會有一定的變化 反正該怎麼做就怎麼做 找戰犯的事 我在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很嚴肅的講一句話 那些在指責別人的 先問他自己他幫忙的多少 柯文哲竟然檢討我幫了什麼忙 其實我從南到北幫的忙可多了 很可惜是我在做的事情 請問黃珊珊有轉述給主席知道嗎 其實柯主席你應該去檢討 你的競選重感是做了什麼事情 如果大家對選舉的過程 大家出了多少力 請他先說清楚吧 基本上我們可以看到這一次 沒能成功的下架民進黨 實現大家對於政黨輪替 跟聯合政府的期待 我們認為最虧禍首就是黃珊珊拿出來民眾黨的假民調 他竟然跟柯文哲表示海水退了才知道誰沒有穿褲子 所有台灣的民眾現在看清楚了 真正沒有穿褲子的就是柯文哲主席跟黃珊珊 而在這個過程中黃珊珊自己排名不分區第一名 爽作不分區的第一名 卻讓全體台灣民眾對於下架民進黨政黨輪替的期望落空 請問如果這不是台灣這一次最大的關鍵 下架民進黨政黨輪替的罪魁禍首 那麼誰才是罪魁禍首呢 他背後到底是代表朱主席還是侯市長嗎 如果是的話那他還要跟我們做國會的合作嗎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